读金平梅而心生怜悯者 菩萨也 生畏惧心者 君子也 生欢喜心者 小人也 生效法心者 乃禽兽儿 今日提到胡也夫的话 哭没着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他的侍女话 而且还是少而不宜的那种 在2000年的香港加持特拍卖会上 胡也夫的八开金平梅策页 拍出了27万港币 2015年广东小雅斋春拍上 金平人物以66.7万元成交 一件1945年创作的金平梅 在2011年加持特春拍上 以230万元成交 近年来 胡也夫的侍女画水涨船靠 多次拍卖都出到了一二百万的程度 胡也夫虽然画出了很多金平梅题材 但画这类春画题材的画家 大多时候都是受生活所迫的无奈结果 胡也夫曾经过得十分辛苦 假使他知道自己的话能排出如此高价 不知会作何感想 胡也夫1908年出生在浙江渝瑶出生 十岁时初四给叔父家 因叔父去世由叔母抚养 十六岁时叔母病逝 胡也夫虽然到上海上大学学画 但是因为生活费不够 最后不得不中途辍学 胡也夫算喜欢艺术 但生活是很现实的 为了生存 他先后经营过照相馆 唐古食品店 连环画出版社 但都没有做成 在抗战期间 胡也夫因为生计以卖画为生 只勉强维持温饱 妻子换劳的时候 也苦于巨大的药费开销 那个时候 胡也夫每天画画 相当于一个不自由的自由职业者 从早上四点开始 到晚上十点 每天都为赚钱而努力 他自嘲自己的生活是鸟叫到鬼叫 艰辛到什么程度呢 同他对子女说不准学画 学画没出息可以看出 不过胡也夫还是画出了名声的 尤其是他的侍女画 后来风靡上海滩 散文写的特别美的作家董乔 曾写了一篇 胡也夫的女人们 说他收了一小幅 胡也夫的金瓶梅 画得非常精致 还说胡也夫的侍女画 有连张大千都画不出的魅力 可想而知 当年胡也夫是画了不少春宫的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物价飞涨 为了应付家庭温饱 摆脱经济困境 胡也夫开始画春宫图册 他的金瓶梅密细图 是应当时上海某银行的 董事长之邀而做的 虽然这种事情不是那么光彩 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乙方 胡也夫并没有应付了事 他参考了日本方面的绘画 及官方出版品 作画一草一木均不草率 人物线条更是勾勒细腻 以脉画为生 技能自然不能够落下 胡也夫为了练习画好侍女 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都说他为了练线条 苦练各种各样的圆 此外 由于自己也画过大量的连环画 孰能生巧 因此 胡也夫也以一手铁线油丝的绝活 而独领风骚 他的画线条流畅飘逸 风格取自明代画家求英 又自称一格 人物神采 生动传神 格调也比较雅致 即使是画春宫图 胡也夫也不单单着眼于露骨的表达 他会尽量拓展春宫图的艺术内涵 刻画人物之余 连室内的陈设 景物的布置 服饰的饰样 甚至连桌上的小点心 小平叉都画得相当用心 所以胡也夫的画 还有一两黄金三副之称 可不就是他精心绘制的原因吗 不过在那个时期 这种画是要被禁的 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那会儿 胡也夫不断被劈 也是吃尽了苦头 作为以画为生的画家 胡也夫的侍女画虽然名气高 但他也不单单画侍女 也画山水 他的侍女学求英 山水则学南宋的马远和下规 笔法细腻 总体风格清净爽利 虽然成就不及侍女画高 但笔墨功力也是很高的 为了混饭吃而画的春宫 竟不小心出了名 谁能够想到 他的巅峰之作 竟是金瓶梅密细图 这当然想起才子唐尹了 据说他当初也因为落魄 画了不少春宫图 大敌也是因为这样 胡也夫一直谦虚地称自己是画匠 而非一处家 画画本是心中所爱 却因为现实窘迫 成为破代苦楚的谋生工具 这大概也能称得上是 痛并快乐者吧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更精彩的内容 民国四大家张大千 妇如金城陈少梅 民国初中起 中国话坛高手如云 其中四川的张大千 在海上崛起 名震四方 北平的妇如和金城 则雄霸京城 后起之秀陈少梅 在天津义军突起 当时这四人被话坛 合称为民国四大家 张大千 南 四川内疆人 祖籍广东省藩语 1899年 5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内疆市 中区城郊安良里的一个 书江门第家庭 中国泼墨画家 书法家 20世纪50年代 张大千游历世界 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 被西方一坛赞为东方之笔 他与二哥张善子昆仲 创立大风堂派 是20世纪中国画坛 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 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 后旅居海外 画风攻写结合 种彩 水墨 融为一体 尤其是泼墨与泼彩 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 因其诗 书 画 与七白石 复兴齐齐名 故幼并称为南张北齐 和南张北复 名号多肉牛毛 与黄军碧 复兴田 以渡海三家齐名 20多岁便续着一把大胡子 成为当大千日后的特有标志 复兴田 1896年9月2日 1963 原名爱新觉罗 普如 出自仲衡 改自新田 字号西皇上人 西山一世 北京人 满族 为清公亲王 一心之孙 曾留学德国 试读诗文 书画皆有成就 画工山水 兼善人物 画会及书法 与张大千有 南张北复之语 又于吴胡番并称南武北复 介绍宋组织宣南画社陈诗层 姚华被尊为领袖 金城被封为广大教主 陈绍梅 1904年4月 至1954年9月 南 汉族 明 云章 又名 云纯 号 生胡 子 少梅 以字行 生于湖 云南 横山的一个书乡之家 自幼 随父学习书画诗文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15岁加入金北楼 陈诗层等发起组织的中国化学研究会 17岁成为名造一时的胡摄画会之骨干 22岁主持胡摄天津峰会 成为金门画坛领袖 1930年 他的作品获比利时建国百年国际展览会美术银角 此后开始在画坛展露头角 成为京津一代颇有影响的画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 他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峰会主席 天津美术学校校长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